中文字幕 李宗盛 時時短打 時時短打 阿Sir 鵝烏戰爭也有段時間 有什麼新進展看法呢 應該會有吧 我出入的資訊傳到很亂 現在最重要是中國影響力最大 現在它反而有影響力 大家是很客觀看的 這個是事實 整個俄羅斯大學方被西方制裁 會靠大學方向中國支持 所以現在中國說話最怕 當然中國的角色官容不變 它自己的另一回事 但我們以大局為準 但是現在外交部長 是星期三 星期幾見面 俄羅斯和華南 這兩人應該會見面 即是有中展再談 否則也免得見面 當然有些事情 但他們應該是很驚訝找路退的 你不退 我就很難看到它不是今時今日搞到這樣 因為與它的工具不應該那麼膩 你還用另一隻大戰那些工具 都不會去打 有沒有搞錯 它打最尼亞用的系統也是不同的 沒有什麼理由 你連那S-U-34都可以被人打下去 是 那些是精準的武器 是啊 它很化家的東西 沒有什麼理由 你可以被它射下去 因為那些什麼 尖尺導彈 火箭打不到 如果要到五千尺那些機 射不了 沒什麼理由 所以就很吊鬼 當然他們沒有了士氣 因為他們出賣了一些子弟兵 說明他們演習 睡醒到渦克林 打仗 這個是錯了 錯了 所以現在他們看到 他們應該沒騙 現在有一個說法 就是他們 封克林比較近 就是不堅持去加日不約 而是用另外一個模式 非不約化 那你就學芬蘭 芬蘭他都是做一做一做 變成差不多半個鐘立國 因為俄羅斯最害怕就是你惹了一些人在他身邊搞基地 我想他們應該有自衛做一件事 但最重要的是 老實說你美國後面有一群仆街 就是軍火箱 古靈精怪人 真是不要搞鬼 現在最大得益就是美國 軍火箱 不僅 它有很多數計 它與本商人 現在它搞一搞一搞 搞了變成了道理人戰爭 有打爛的地方 有你們打爛的地方 對 人家打人 你俄羅斯拿了成了烏克蘭 更慘 那就變成了殺陸戰場 你若不斷了幾千萬人 那就第二個 更慘的國家富豪 現在俄羅斯已經輸了 在這個世界的預用上 你覺得美國佬他們玩這些東西很難到家 對嗎 對嗎 希望世界戰火停息先 現在疫情還未退 要先休息一下 中國的角色很重要 希望我們習大主席拿這個機會 做一場好戲 世界人民鼓掌 我們講講香港的疫情 大家要支持中央的顧問專家 楊曼蓮 她說那個事實和很忠狠 現在不是全民檢測 不是什麼默默的時候 現在最重要是盡量人命不要死 還有最重要是醫治病情的輕重分開來醫治 大家通知朋友 香港市民要配合他們的政策 因為林鄭妖和公開講了 她說香港是沒有能力去做下去 她公開講了 她這樣的疫情香港是沒有能力的 她說她是搞不定的 搞不定就被中央專家帶頭走 中國是有經驗的 你看十幾億人 你估計無論怎樣都好 都控制得不太混亂 對呀 剛剛說 都沒辦法了 大家自己最重要是做好防疫措施 對呀 自己福好 自求多福 好 就這樣說 好